假日就是要去泡湯 今天带你玩北投温泉 预算只要200元就能泡湯吃美食哦 一到北投我们先来甜甜肚子吧 从北投捷运站出来 沿着光明路走到警察局 接着在黄港路右转 就能看到北投市场了 建议你这时候从旁边的六号门走进去 人气旺道不行的 矮仔菜乳肉饭已经排到一楼来了啦 快快加入排队行列 如果有朋友同行的话 一个人还可以先往左边去买 北投最出名的红茶高际茶庄 在台北还能买到一杯20的手摇杯 还有这种超大包的古早味红茶 是不是超级便宜的啊 大概排个半小时终于要开动啦 矮仔菜深色卤汁 卤肉饭和招牌猪蹄旁 是必点肥瘦均匀 油耳不腻的口感 一碗只要25元 也难怪天天大排长龙啦 吃饱喝足走出市场后 从Seven旁边的温泉路往上走 我们要来去网美图书馆逛逛 消化消化刚刚的食物啦 一路小爬坡 走到岔路的时候啊 记得往左边走哦 走出来你就能够看到 隐藏在树林后面的图书馆啦 这里除了是第一座绿建筑图书馆之外 木造的房子加上周围的草木 不管是在馆内馆外都超级好拍的啦 随处可见的座位 让你能够享受在树林中静静读书的感觉 光是坐在这里休息啊 都觉得 気持人 哇 来北投绝对不能错过的 就是在图书馆旁边 这座由红砖砌成的温泉博物馆啦 这里啊 在日治时期是公共浴场 里面还保留了当时的装滑 让人一瞬间飞到了日本 来这里 记得看看展示你就会知道北投温泉为什么这么有名啦 最重要的是参观和导览都是免费的哦 千万不要错过啦 看完温泉博物馆是不是也想要泡泡真的温泉了呢 北投最亲民的地方就是温泉博物馆旁边这个公共浴池 只要40元换上泳装人人都可以享受温泉啊 但由于太受欢迎了 缺点就是人挤人 看完温泉出来后沿着马路往上走 马上就可以到达北投最著名的景点地热谷 冷冷的冬天看着热气往上冒 整个身体也都跟着暖起来的呢 接着可以在走到上面的普济寺 北投温泉的汤手观音就供奉在这里哦 由台日元素交织而成的独特风景 很推荐来这边拍照散散步 行程最后带大家去体验免费泡脚池吧 一路下坡往新北投车站方向走 站前往右手边过马路直走就能看到复兴公园 公园里设有三个泡脚池非常适合旅客们消除腿部的疲劳 边泡脚边与身边的陌生人聊上一两句 也是北投温泉文化充满人情味的一部分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